秦ulously 秦悅 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秦悅 茜용家常管 CONET 珍惜 开门 秦悅 静怡 开门 郭小伟 她还干什么呀 静怡 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静怡 开门 是谁啊 郭小伟 你快 静怡 快 快 等等 开门 我不行 快点 回家 静怡 开门 走走 走走 快点 咋了 来啦 来了 来了啊 等一下 来啦 你干吗呀这是 你找我有事吗 别提了 为个老女人 我把我爸得罪了 她把我所有卡都停了 我心都快崩溃了 芯怡 你怎么没有去别墅啊 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佣人 为什么要天天去你们家呀 芯怡 芯怡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其实我爸 我一天见不到你 就像隔了很多年一样 我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喜欢上你了 要不然 你别跟我爸了 我养着你 你养我 你养我 就你这样 卡贝停两天就崩溃的人 你拿什么养我 我早晚是要继承家里财产的 而且我还有公司的股份 继承 那是不是好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你爸爸现在身体可好了 我想 到那个时候 我应该已经是个老太太了 芯怡 我对你是真心的 不要总笑话好吗 不管怎么说 我 现在是你父亲的女人 所以我不能爱上任何人 尤其是你 是吗 我要出门了 你请便吧 你又怎么了 我去一下卫生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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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什么 卫生店有人啊 这是女孩子用的卫生间 不习惯给男人用 喂 刘哥 你们现在在哪 我去一下卫生间 我去一下卫生间 老婆 对 就是这儿的卫生 在卫生间 方案里服吗 对 我是说我看经历了 在是最高跟卫生间 合原了 加热爱的卫生间 对 这点是谁 你还在管卫生间 就许多了 你这块钱 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过去 在会展中心酒店 你快过来吧 好 宝贝啊 我真想多陪你待一会儿 但是我爸要出席一个重要活动 我得去表现表现吧 什么重要活动啊 在哪儿啊 在会展中心酒店 你去吗 我不去了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 那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的小希望 好 刚刚吓死我了 你躲哪儿去了 我都在杂物间了 反应真快 对了 管老虎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管小伟 这会儿已经着急去表现了 我想 你一定不希望做过这次表现的机会吧 在哪儿 会展中心酒店 我马上就去 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再过去 知道吗 谢谢 喂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就一句谢谢啊 喂 董事长 喂 行程 你怎么在这儿啊 董事长 这是我前些日子 为公司设计了新的形象 今天刚刚印刷完 正好我想 今天是个宣传的好机会 可以在市领导和同伙们面前 展示我们公司新的形象 这个想法不错 刘刚 拿着 好 行程 你辛苦了啊 对了 行程 对了 你既然来了 就跟我一块儿进行见识一下吧 这样对你将来分管建筑分公司 会大有好处的 谢谢董事长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这没你什么事 你不是说我不上进吗 我过来跟你学一学习 董事长 难得小伟有这份上进心 您不如给她个机会 对她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啊 再说了 毕竟她将来要接您的班 让她多学习学习 总没坏处啊 好吧 杰刚 你跟星神啊 把咱们公司的这个宣传资料 先发一下 好 没错 和美琴也来了 先别过去 董总 管老虎了 严总 陈总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我听说最近生意做得都不错呀 管总啊 你怎么也来了 美琴 这么巧啊 荆州这么重要的房地产交流活动 怎么能没有我们明光呢 看来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呀 彼此彼此 你也是来找韦勇的呀 不光是公事 我们行川 可是来见见他未来的岳父的 未来的老丈人 这什么意思啊 怎么 你还不知道 行川可是苏子彤的男朋友啊 看 我们行川可是个好小伙 论人品 才干 外貌 样样都特别优秀 他跟苏文勇他们家的子彤啊 可真是绝配呀 那我可得提前恭喜了啊 谢谢管总 不过 我跟子彤在一块这么多年 也挺不容易的 你可要抓紧时间啊 我们等着吃你的喜糖呢 好 我一定抓紧 子彤不早就把你甩了吗 有这事儿 前段时间却是闹了一些小别扭 闹什么别扭 甩就甩了嘛 美琴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咱们这帮当长辈的呀 少参呼年轻人感情上的事情 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出 你说呢 对 对 刘秘书出来了 刘秘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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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你好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应该的 苏局长人呢 苏局长他还有会 先走了 走了 是的 局长让我把这些资料 交给您和何总 局长的意思呢 也是说 希望让更多的荆州地产商 了解到这次市的 重点工程项目当中来 那么你们二位 仔细看看这些资料吧 我就先走了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再见 我还以为 你跟局长走得很近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吗 哦 京城啊 把咱们的资料啊 得何总留一份 你有空的情况看一下 给我们多提点建议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啊 何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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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这是某公司新的形象 何总 看来这个刘星辰 在管老虎那儿做得还不错 听说管老虎打算让他出任 新的建筑分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前几次跟管老虎公司 打了几个回合 都很被动 就是因为他 真是人才的话 我可真不愿意看到 他是管老虎那边的人 你去探探他的口风 看他愿不愿意到我们这边来 可是他背叛过你 你照做就是了 好 刘星辰 祝贺你啊 听说你在管安高升了 谢了 我也不绕弯子了 我们何总想让你到明光来 让我问问你的意思 怎么样 刘总 有兴趣跟我公事吗 刘秘书 你老板请你来挖我 可是你这种口气 一点诚意都没有 刘星辰 你别太狂了 你要是真敢来的话 我倒还真想 好好跟你处理处 你才吓唬我吗 不过你这么一说啊 我倒挺有兴趣的 麻烦刘秘书 帮我约下你老板 好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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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来了 贺总 请坐吧 何总 很荣幸你能请我吃饭 不要客气 我特意让他们 做了几个家常菜 这些菜 都是我们菜园子里自己种的 绝对是绿色食品 来 一起尝尝看 何总 今天我来 是特地来感谢你的 感谢 为什么呀 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自从我离开明光之后 做了很多 针对明光的事情 您现在还既往不就 还想请我回来 真的很感谢您 这么说 你是愿意到我们公司来了 对不起 我不能来 我知道 管老虎给你的那些 我可以给你更多 这个我知道 但是管总 他对我很好 也很信任我 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本来 是不想来的 面得别人说闲话 但是我心中愚愧 又不想辜负你对我的美意 所以我才来了 好啊 年轻人懂得忠诚 是一件好事 但是 凡事不要下那么早的定论 好了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好好吃饭 来 雷总 饭我就不吃了 但我相信 我们总有个天 会坐在同一张饭桌上的 对了 我想提醒您 你不用指望 刘行川能坐上苏文勇的女婿 你说什么 因为子彤 要和别人结婚了 这是怎么回事 告辞 来 柳行川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说你什么好 你连你自己女朋友 跟别人结婚 你都不知道吧 何董 他说子彤跟别人结婚 这压根就不可能的事 他 他就是想拆我的台而已 我看他不像是在说谎 现在市里 要启动荆州 外来公之家的大项目 这个大项目我志在必得 我现在需要一些 有才华的 有天赋的年轻人来帮我 可是 有天赋有才华的年轻人 也不止他留星辰一个呀 你先把你自己女朋友的事情 搞清楚再说吧 你现在继续向刘星辰抛出橄榄枝 这个人我不想放弃 你现在继续向刘星辰抛出橄榄枝